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起神秘,匪夷所思,绑架案的故事 本片主角范图拉是一名侦探,性格风趣搞怪,喜爱动物 甚至把家里变成浓缩版动物园 他以寻找失踪动物来获取报酬,为生活来源 供养家中的动物以及自己的开销 本片开场,快递小哥迈着魔鬼的步伐 手中的快递箱在小哥一番灵动的翻转 摩擦声中破碎声不断 在路人惊愕的眼神中 快递小哥欢快地向一栋公寓走去 一路上快递将经过高空坠落 自由反转,强力挤压等一番波折 终于在快递小哥的精准射球技术下到达目的地 快递的主人是一名留着大胡子的男人 男人正在训斥宠物狗,希望他保持冷静 破碎的快递显然不会被接收 男人在填写保险单时 快递小哥和宠物狗愉快地玩耍着 随后取走填好的保险单 快递小哥飞快地跑出公寓 上衣诡异地向外鼓出 一颗毛肿龙头从一斤处钻出 公寓主人在发现储物狗被换成玩具 愤怒地追上刚要发动车子的快递小哥 暴力击碎车窗 企图夺回宠物狗 但被快递小哥高烧的车技甩开 折迷快递小哥就是本片的主角 动物侦探范杜拉 只要是他接受的委托 失踪动物都能很快被找到 再次成功破案 一起储物失踪案的范杜拉满载而归 在回出租公寓时碰到催租的房东 房东怀疑杜拉带动物回家 经过一番细致的扫尸后 房东不得不放弃 关上门的范杜拉一声口哨后 房间的角落窜出大批动物 包括猴子 小板熊 企鹅 平头哥 猫狗等 屋中之广 数量之多 堪称针绣动物园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枚 镜头转关到乔罗比运动会场 海豚雪花在一个夜晚被黑衣人绑架 雪花是迈阿密海豚队的极寒物 在橄榄球大赛即将来临之际 吉祥物雪花被盗 严重影响了队员们的士气 甚至直接影响大赛的成绩 球队负责人下令 在周日前一定要找回雪花 无奈在同事的推荐下 找到了范杜拉 希望可以获得动物侦探的特别帮助 除此规灭 范杜拉随意表现 并不能让没啥放心 他们来到运动会场进行现场勘察 范杜拉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 很轻易地觉察到 匪徒用四轮货车运走雪花 最终在过滤区里找到一颗橙色宝石 这是一种含有的三角形宝石 发现重要线索的范杜拉 驾车前往警局 不得不说 将头伸出车窗的开车方式 前所未见 警局的警官们 都在嘲笑范杜拉热衷的动物案 却为范杜拉完美地反击了回去 他找到自己的好友 小黑警官寻求帮助 小黑警官迫于限制 并不想告知他 并劝告范杜拉不要涉及到这件事情 但是在范杜拉的死缠烂胆下 小黑无奈地告诉他 案件的负责人和基本的发现 警局少尾埃洛斯女士 并不喜欢范杜拉 警告他不要插手 有专门的专家负责 范杜拉并没有放弃 他来到披头市的酒吧 通过他们找到了黑客胡适托 查找购入海豚运送装置记录的名单 随后锁定的嫌疑人 罗纳德是一名亿万富豪 他在近期买了一个 两万加仑的大鱼缸 曾经为迈阿密海豚队 捐递建球场 爱好收集罕见海洋兽物 范杜拉带着梅沙 来参加罗纳德举行的派对 他借口去洗手间 偷偷跑出宴会厅 在豪宅进行地毯式搜索 竟然在地下室 发现了两万加仑的大鱼缸 范杜拉惊喜不已 认为雪花就被藏在这个大鱼缸里 于是他拿起鱼饵 想要把雪花引诱出来 无料从水缸中跃出一只大白沙 尖利的牙齿血喷大口 受到惊吓的范杜拉 范杜拉不慎掉入水中和鲨鱼拱 马上和罗纳德正在对着水族箱 聊起人声 派对的客人在洗手间门口 排起了长队 始终不见范杜拉出来 门打开了 范杜拉终于出现 不过那模样真是惨到不行 满身的水 裤子的裤腿都没了 被吓到的梅沙 带着范杜拉离开派对 堪普追出来和范杜拉握手 想要表达歉意 这时 范杜拉发现 堪普手上带的戒指宝石 和过滤器里面找到的橙色宝石是一样的 范杜拉判断 偷海豚的人一定拥有同样的戒指 拥有84年海豚队 美国联盟冠军戒指 戒指缺少宝石的人就是偷走雪花的人 随后范杜拉展开一系列花石做死的举动 他寻找到每一位拥有冠军戒指的人 运用各种方法观察戒指 寻找缺少宝石的那一枚 然而 结果却不尽人意 马上建议 宝石是否来源于项链或是耳环 范杜拉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会出错 这时教练发现自杀在家 从22楼的高空坠下 根据邻居提供的口供和现场勘察 都认为这是一场意外导致的自杀案 范杜拉并不这么认为 他在阳台扶手找到了血迹 并发现阳台的门是隔音的 邻居听到的尖叫声 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关闭隔音门的阳台上 所以隔音门是凶手之后关上的 范杜拉向在场的人证明 案件是谋杀案 精彩的推理令艾鲁斯大发雷霆 将范杜拉赶了出去 范杜拉冷静寄灭 令梅莎对他大为改观 范杜拉判定 普罗杰和雪花的失踪案有关系 他们翻找到当年冠军戒指的收据单 一边聊天一边寻找蛛丝马迹 一个意外的转身 范杜拉发现照片中一个陌生的队友 梅莎告诉他 队员叫雷飞高 集中加入球赛 连门脚软提示了决定性一球 导致海船队错失了冠军 而他也拥有冠军戒指 得到重要线索的范杜拉兴奋不已 第二天就起程前往雷飞高的家乡 乡村小镇静意荒芜 巨大的宣传牌上写着 球星雷飞高的家乡 范杜拉来到一栋破旧的小楼前 小楼墙壁上写满广告 窗户用木条封锁 一切都显得十分陈旧 范杜拉称自己是雷飞高的粉丝 希望见到偶像 但是雷飞高的父亲拒绝任何人的访问 直到雷飞高的母亲出现 范杜拉才得以进门 聊天中从他的父亲口中得知 他在提示决定性移求时就被解雇了 之后不久就患上精神病 送往精神病院治疗 不过前段时间 他从精神病院逃跑 不知所踪 他的母亲很高兴 儿子的粉丝来看望他 并送给范杜拉饼干 带他去三高飞高的卧室 飞高的卧室没有一丝阳光 窗户用木条封死 墙上写满对凯屯堆的憎恨和不满 母亲认为他之所以会提示 是因为马里诺开球时 凤口向内 了解了废高的故事后 范杜拉立马给梅沙打电话 通知警察保护马里诺 他猜测 马里诺应该会和雪花在一起 同时自己也向马里诺所在的方向赶去 但是为时已晚 马里诺在外拍摄广告的时候 被两名身穿橄榄球对付的男子 强行劫持了 范杜拉在追赶的途中 遭到猛烈枪击 最终没有追到劫匪 由于马里诺事件的爆发 大批媒体围堵警局 希望从艾罗斯口中获得案件的信息 艾丽丝突破媒体围剿 进入警局 发现范杜拉也在 艾罗斯警告他 让他消失 范杜拉并没有理会艾罗斯的驱赶 他向艾罗斯阐述 雪花、普罗杰和马里诺的案件关系 当年七十决定一球的废高 认为是开球凤口向内的马里诺 导致自己失误 同时憎恨用了自己求好的海豚的雪花 而普罗杰无意间发现了 逃出精神病院的废高 导致悲剧发生 范杜拉为了寻找废高的踪迹 让梅莎想办法将自己送进精神病院 当天 范杜拉穿着小裙子 假扮精神病患者 意图混入精神病院深入调查 在梅莎引走医生后 他悄悄要进入储藏室 找到废高的储物箱 翻找有用的线索 然而并没有什么有用信息 什么都没有找到 只有充满怨恨的编制品 和一份 写着失踪旅行者名单的旧报纸 一番折腾 没有任何消息可用 线索断了 范杜拉十分的迷茫 这时 好友小黑 发现一段普罗杰和艾卢斯的奇怪纸条 并将一万发消息给范杜拉 而此时的范杜拉 依旧茫然无序 直到在宠物的帮助下 发现艾卢斯就是废高 原来艾卢斯就是变境后的废高 艾卢斯是一个男人 他围创成失踪的艾卢斯 并坐上了警察局领导的位子 得知这个消息 范杜拉很兴奋 果断地抱着马桶吐了半天 混沦的一夜渐渐过去了 第二天 范杜拉跟踪艾卢斯 来到一个废旧的游艇 不得不说 艾卢斯走路的步伐 确实比较豪放 范杜拉小心地避开 其他两名劫匪的视线 透过缝隙向外看去 在这里还真的发现了 被绑架的雪花和玛利诺 艾卢斯问玛利诺 认不识是自己 玛利诺一脸忙人地表示 自己经常会撞到头 点是一直在播放球赛的开球 艾卢斯表示 自己最喜欢开球 风口向外 轻松地将球踢进房顶的洞里 随后就走出去拿点心 仓库只剩下马里诺和两名劫匪 劫匪将球用力扔向雪花 反被喷了一身水 愤怒的劫匪去拿玉尔 决定教训雪花 半路被范杜拉射击了倒了 研究马里诺时 艾卢斯突然出现 利用警察领导的身份 直接举报范杜拉 他就是偷盗海豚雪花的盗贼 接到消息的警局 触动大批警员到达现场 小黑在出饭前找到马莎 一起前往现场 警员到达时 范杜拉和艾卢斯正在打斗 艾卢斯告诉众人 范杜拉偷盗海豚雪花 谋杀教练普罗杰 命令警员开枪射杀他 但是范杜拉当面推理 揭穿了艾卢斯的真面目 告诉所有人 艾卢斯就是雷飞高 提示一球被警户 又从京城病院出逃 顶替失踪女人 在警戒护药之上 谋杀了普罗杰 缺少一颗宝石的冠军戒指 影片的结尾 男主范杜拉成功解救海豚雪花 成为迈阿密海豚队的英雄 携手美丽的女友过上幸福生活 当然如果不被打扰 她将会成功捕获 价值2500元的鸽子 对范杜拉来说 生活应该会更加美好 本片是美国喜剧电影 神探飞机头 故事结束得很具有喜剧感 最后一个镜头还在打架 结尾定格在范杜拉灿烂的笑脸上 男主丰富异常的表情变化 夸张可笑的智体表达 永远都猜不到 她下一秒会做出哪些动作 这是一部诙谐幽默 又含讽刺的喜剧电影 老油条我是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